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美南国际电视特评 随着世界范围内疫情的加重 美南报业电视集团的发行人李卫华先生 在疫情期间开辟了疫情日记专栏 美南电视的记者也在一线采访 目的是让更多的观众了解疫情 对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冲击和影响 我们来看下面的特评 由美南电视传媒集团推出的抗击疫情奉献爱心 全球华人音乐艺术家线上音乐会 定于今晚起每天晚上美国中部时间下午7点 在美南国际电视台 透过YouTube、STV、IPP、ITalkBB与15.3频道向全球播出 让音乐家们的歌声来扫除疫情的阴霾 希望得到全球观众的支持 纽约曾经是世界最耀眼的城市 过去两个月来被新冠病毒肆虐 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 一位在前线抢救病患年轻美丽的罗纳布雷医生 因感染病毒无法承受目睹医院中的惨况而自意身亡 正值茂华青春之年 他还是选择了早日结束自己的生命 事后他的妹妹告诉记者说 布雷医生在急救中心日夜奋战身心俱疲 他对纽约州政府对此次疫情的准备不全 也甚有怨言 如此悲剧怎不令人悲痛 美国全国的确诊人数早已超过百万 包括纽约州在内的东部各州 仍然处于情势严峻的时刻 从白宫到州市区政府 仍然处于和中央地方不同调 我们自居是世界首富之国家 却连试剂和供应都是问题 无数的医疗人员在前线牺牲奉献 政府真的需要反思检讨 我们是一些平民百姓 在面临如此严峻艰苦的时刻 只能联合所有具有爱心的音乐艺术家们 献上歌声来抚慰苦难兄弟姐妹们 苍天保佑愿早日结束苦难的日子